身临其境地感受过烈士们当年是怎样与敌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的事迹后 还可以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亲眼目睹到日本侵略者在幸存者身上留下的触目惊心的伤痕 以及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 而在南京中山陵 周恩来纪念馆里 新增设的电影院 多媒体等现代化设施和多种纪录片 更增加了青少年和游客全面了解革命历史 革命烈士的兴趣 您怎么看待挫折 世界上没有一般封锁的合理 挫折是不可避免 也是暂时 我和我的同志们也自信是为了将来的人 创造美好生活的前提战士 只有奋斗我们才有出路 而且也只有奋斗我们才有败 这种采用高科技手段使观众穿越时空 与烈士面对面的对话 心与心的交流 更是极大的激发起了参观者心中的爱国主义热情 同学 你把你写的留言给大家念念好吗 前面们的牺牲是为了祖国和人民 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 人民是中国水平提高 但切不可忘记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们用鲜血为我们奠定的基础 没有他们的英勇牺牲 现在也许 故我们要时刻念着他们 愿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南京一共建设了五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十二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用高科技手段对基地进行改造 使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更加生动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